看影片之前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以及按下旁邊的鈴鐺 如果有最新的順盤或最新的市場消息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 藍沙天后宮 藍沙灣版法的天后宮 這是華南地區最大的孖祖廟 因為大家都知道 香港和藍沙一樣 都有小月村發展系列的城市 所以他們都是順盤天后娘娘的 這個天后宮有沒有親自上去 有的 我們有經常上去 換飛多少錢 大概是20元左右 如果你走上去的頂部 大概10分鐘左右 即是你10分鐘都能走上去 可以去到最高點 應該上去的風景會比較漂亮 可以看到整片海景 可以看到整片海景 包括去虎門大橋 對面東莞、深圳 也可以進修眼底 因為時間關係 現在已經到5點 已經暫停售票 入不到的現場 帶給觀眾朋友看 唯有靠這個汗巴鏡頭 飛給大家看 周邊還有什麼玩 在天后宮旁邊 還有一個奔海銀灘 即是人工沙灘 對 我看到這邊有很多一家人 插單車 因為附近有很多公園 所以環境很好 其實這是整個南沙灣的旅遊區 對 這是旅遊度假區 對 還有這邊沒有任何的污染工廠 這邊主要是 比如說 剛才聽說 有遊樂碼頭 有遊樂碼頭 有休閒娛樂 有休閒娛樂 渡假的產業 還有一個科研版塊 還有一個科研版塊 還有東莞那邊 其實前面那邊是不是就是那個 往前一點 往前一點 就是那邊的奔海銀灘 看到這個海邊 現在因為吹多少海風 很舒服 很舒服 加上種了很多露蓉樹 在這裡散步或拍照都可以 其實這邊在奔海沙灘 一到周末時間 有很多衣家山口 會帶著小朋友過來這邊 玩一下沙 然後 到過一個休閒的周末 其實我覺得每個城市 應該有多些地方 除了一些大型的購物場 商場之外 應該有多些公園 美麗的風景 對 這個碑有什麼特別的 知不知道 我們先看看 這個虎門西祖羅經錶 我們繼續往前走 看到類似一些大炮的物體 炮台 對面虎門最有名的就是那個 威元炮台 對 沒錯 這邊也做了一個炮台的雕塑 可以說兩岸一個呼應 這個就是你剛才說的 崩海沙灘 崩海沙灘 沒錯 看到一到周末時間 其實有很多小朋友 一家三下會過來這邊玩 這邊是廣州唯一可以看海的城市 而且不收入場飛 對 這裡有沒有人游泳 這裡其實是禁止下水 禁止下水 對 一來是要保護這個漸環 防止水污染 主要是讓人可以看海景 對 出海風玩沙灘 然後享受一下東木的一個度假 左邊應該有很多小商店 小食街 對 然後再往前面會有一些 自助燒烤的地方 哦 還有燒烤場 對 附近一些漁民 出海手可以出平安 風條雨筋 還有可以補姻緣 補宋寺等等 怪不得你經常上去 是啊 很多 好了 差不多了